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遗憾 就是当年呢 没给我媳妇办一个求婚仪式 那时候特别忙 顾不上 马上到我们结婚纪念日晚 我想给她顾不上 给她一个经纪 哎 我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你好 我来拿我定制的钻戒 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 丁先生您好 这是您定制的第二钻戒 买号系列的一个真心戒 第一颗真心 只为您一人认为钻戒 已经绑定了您的身份证件 和爱人的一个信息 如果您确认无误的话 那您签署一下这份真爱协议 买这戒指还要绑定身份证呢 对 这一生只能送一个人 绑定信息以后 就意味着我的DR 只能送到41个人 而且这个信息还能误导 他们那个全球真爱系统 已经绑定 终生不可修改和拆除 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就已经拷费好了 真好 大家给我老爸一套一个 你们最大的 子子 你打扮好看点 我带你跟银子出去玩去 去哪儿 哎 门寡寡 快 换衣服去 换个小裙子 出去玩 换衣裙呀 快点 准备好了吗 好 走 好 走 我好看 很长的距离 我用思念你代替 那我来这句麻烈吗 好 给你进去 我们的 你 只想被你吸引 你就像氧气 西四啊 那些年特别猛 没来得及求婚咱就不可以接 特别深奈 我还没跳过别人 今天呢 你补一场求婚仪式 你最爱的银子 是咱们的见证 虽然咱们是搞舞蹈区的 柴米油盐 但是仪式版 也绝对没有了 我要用这枚DR钻剑 告诉你 我这辈子 只爱你一个人 曾经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这个家 你就负责享受家务活 我跟银子 全包 嘿 把手拿出来 应该的 应该的 咱们都老大不小 什么时候 你给我生个真的孩子 小美 年底吗 你还要来生劲吗 我跟爸爸出去吃饭 你说我穿哪个衣服呀 不挑的 我穿这个呀 黄色的是吗 再挑一裤子 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要这个 这个 是这个还是这个呀 要这个 黑色的 我觉得这身搭配出来 那特别难看 你确定吗 我再给你选个外套 要这个外衣呀 你这太粗鲁了 想一个 这个 这个 好好好 你装爱黄色是吧 黄色 你很喜欢 我看出来了 坏世界吧 你儿子给你挑的好衣服 好不好看也得穿 别让孩子寒个心 那肯定啊 肯定穿 行的咱们稍微换衣服来 准备好了吗 你觉得你们俩那么像啊 挑个一个你们俩专属的母子服啊 你看咱俩现在特别像是不是 你看你也是黑的 贝 你也给我挑了一个黑贝 四个腿是黄的 我现在四个腿也是黄的 你脚脚是黄的 你让我脚脚也是黄的 你很骄傲是不是 感觉他可高兴了 是背这个包包出去 还是这个包包出去 啊 要这个 这个替代补妆 还是这个替代补妆 啊 这个 这个口红还是这个口红 啊 要这个 银子你真有眼光 你别来了 爸 银子吗 银子在楼上呢 你那出去吗 跑不过来陪着 你这事谁给你配的啊 银子给我配的 行了那你们俩走吧 有我在你放心吧 好 拜拜 拜拜 嗯 有请小趴菜 小趴菜 一喝就醉 小趴菜 一喝就醉 小趴菜 二指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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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趴菜 人家 到了上来这儿 一喝就醉 小趴菜 老爷保护 听见吗 那说老爷我就全叫你 我这爸是生病危险来的 你看 妈妈不在 看你银子也老是吧 看来 你妈妈是 对 中间力量 你老爷是你的中间力量啊 爸 银子 你怎么现在对银子比对我都好了 那能一样吗 你这问这话 这就是疼她比疼我多呀 银子 银子多简单啊 对不对 撑死了要的肉条吃啊 你妈妈行吗 好 又要油又要车又要钱又要衣服呢 是不是 要不能长这么大吗 银子吃的什么呀 吃点狗粮 吃点肉条 吃点银子饭 拌的菜菜 你妈还说了 每天有肉吗 这炖排骨了吗 哈哈哈 是不是 哎 早上老爷要好吃的 是不是 银子说了你知足啊 是吧 还不是 你说你看你那大衣柜里多少衣裳 俩大衣柜衣裳 对不对 你这两根肉条紧着的事情 银子煮一肉条老爷说完了 搁点花椒打量一煮就完了 给你妈炒菜不搁葱姜 你还她吃吗 哈哈哈 银子有吗 我们银子就吃肉 银子从来没说没青菜呀 哈哈哈 是不是 银子说了你还跟我争啊 银子的时候我越想越冤 你们都说银子跟王子傻傻分不清楚 来我教你们店人啊 从长相上说呢 更像金子的就是银子 银子看起来比较憨 表情也更丰富一点 王子看起来呢 就会更深沉 更接近于标准得目的长相 再从五官上对比啊 银子的眼睛更大更圆 我经常说银子的眼睛像葡萄猪 又黑又亮 王子的眼睛是像带了美瞳一样 像猫眼是黄绿色的很好看 眼睛没有银子大 头也比银子小了一圈 他俩都是属于花脸 但是分布不一样 银子的脑袋底是中分 你们不是都说像屁股吗 王子的脑袋底是纯黄色 这应该是最好辨认的特点了 然后从身材上来说 银子没有王子的腿长 也没有王子挺拔 王子是属于大长腿 银子的背毛是纯黑色的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质感啊 像断面一样油光水滑的 王子的背呢就比较花 是黑黄相间的毛发 相比之下 王子的尾巴特别好看 更有质感 最后是走起路来的气质 王子的步伐是特别轻盈帅气 感觉一整个就很稳很高冷 走路呢是跟公主很像 所以名字给他俩起成了一对 银子走路呢就跟金子特别像 他俩都跟有什么执念一样 就高兴起来特别的疯癫 这么详细的讲解 你们下次分得清了吧 你们家里几只狗我都认识 你妈妈是不是叫苏宁 你爸爸是不是叫奎森 你还有一个老爷叫莫德 你还有两个姨 一个叫苏审 一个叫苏菲 对不对 我都认识他们 你敢欺负他们吗 你欺负他们的话 他们是不是咬你 他们是不是咬你 然后你就敢欺负我 因为我不打你 不咬你 所以我说的永远都不记得 对不对 小时候我看见过呀 你妈妈 苏你 咬你 你犯错了 我看见了呀 你就欺负我呗 我告诉你啊 王子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你要是再瞎尿 拆家 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我让他们来饶你 他们管得了你 王子 我管不了你 你偏让我翻你家谱 以后一犯错 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你自己掉了点 你亲妈妈不好惹的 他该咬 好